現在還通過了譴責案 居然還要院長把你換掉 那我們要深深的跟你說對不起 因為你這樣委屈求全的美意 這樣的一個動機 其實犧牲了 是我們國家的尊嚴 所以這是我們譴責你的原因 這是我們要求行政院把你換掉的原因 報告委員我沒有低聲下去 請求是司法互助的法定用語 這是全世界都是這麼用的 好 謝謝羅部長 進行下一個議程之前 我還是要講幾句話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 台灣現在面臨的困境 我們台灣人在肯亞 然後在沒有被通知的情況之下 兩岸這個打擊犯罪 這個司法互助協議 沒有發揮功能 強行被帶走 這個就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不管是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或是520之前的政府 或520之後的政府 都要去面對的 休息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下一個議程 那在這個休息之前 第一提案跟一提案 增加了提案人 蔡易儀跟張宏露 好 還有游美女 好 休息五分鐘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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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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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